今天是8月15日,星期二 亦到每周一次的提醒,大家不要被騙徒騙 因為騙徒真的手法十分猖狂 現在除了會有模仿人之外,還有很多手法 大家要了解的話,請打電話18222 多些查詢,新的騙徒手法 北水這兩天連續都有買入,不過支撐不到大市 最主要就是,也有很多其他的資金流出 特別是昨天,我們在這個節目裡講過 有中殖系和中融系的所謂的違約事件 今天大家看傳媒都知道,鋪天蓋地有報導這件事件 這件事件是絕對不簡單的,絕對有深刻的影響 大家是不是又不買股呢?也不是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產生受影響的 就是那些有炒作,有金融的業務 特別好像,我今天的文章也有引述到 有一個老白乾,他說,我沒有買到那些產品 即是說,第一,只要他不是金融系的產品裡面 或者他那個是實業,只是沒有買到那些金融的產品 他們都會沒事,就會看著他們自己本身的業績 是一樣可以有進障的 不過,也要留意,有些是很好的股份 但是,由於其他受困惑的人士,他們需要斑枝去救他們自己 各自等等的肚子,可能會被沽出的 其中一隻可能是,就是比亞迪 不過,太好了 有時候,就不單是巴菲特會沽出 因為這個是美國國家的政策 也都現在有些是大的企業 他們如果要填藤的話,可能也都會被迫沽出 例如,巴菲特這麽好的股份 那怎樣做呢?沒什麽問題的 別人他們是有爛的時候沽出 即使是二世祖,他們為了要找卡數 要連張大千的股畫都賣出的話 真的,據聞有錢賣出來 張大千股畫是4000元而已 誰叫他窮啊? 那時候,當然,這是幾十年前的事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最好撈底執補的期間 至於哪些是補,哪些是抵買的股票 只有一個字 一,他們有沒有實質的盈利基礎 二,他派不派息 我們現在看這個行業的版塊 今天,受到支撐的包括電訊服務 交通設施,以及紙及林業產品 還有汽車 汽車,當時我說過 如果太好,可能被人拿出來 是要做提款機 電訊服務和交通設施是很明顯的 一,他們並非金融業 第二,只要他沒有點到那些有害的產品 他一樣會有增長的 所以,在這裏你就看到很清楚 哪一些是可以接受到的 是我們的關注 哪一些可以拋開 電訊服務業 都不利那三大巨頭 這個都不用說了 過股的表現之中 大家都看到很清楚的就是 電訊服務業、汽車業 都有些是向好 其他例如銀行、保險 這些可能會涉及到危險的金融產品 都會變壞 地產方面就更加不用說了 不用說了 大市走勢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級級感匯 在這個圖裡 我們首先要看有幾個 有關中殖系的 不能對付到期產品 是在六月中的 這是在國內出來的消息 除了一些直接的當事人之外 就是他還不還錢給我 只有那兩個人知道 就沒有什麼去傳開 可能到七月的時之中 或者七月中 或者七月底 就知道了 不過一個好事的 我只是這麼說 很多大戶都應該知道這些消息 因為他們有錢大戶 大家的聚會 摸酒杯底 怎不會說到 慎一下兩句 我又收不到錢 這樣 那有關人士接到之後 我自己認為 就由七月 就將市炒高 炒到充過二萬 製造了一個大好的訊息給大家 其實可能期間他們出報 或者賣定沽空 到八月一號 7月三十一號還升 還見出高位 在上面製造了十字星 大家享受一下 大家站到這個頂位 看到十字星 是應該要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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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謹慎的 八月一號 大市即回落 連插你兩棍 接著就直到現在了 即使八月是跌足一個月的 被很多人認為是七月見底 等等的人 真正打了我們一棍 就是因為 我們純看圖 而不看的消息面 特別是內幕消息 是死的 在這一點裏 跌足一個月之後 跌足夠了 真是未知 要看這些事情是怎樣解決 中職系 他說是一個民營的企業 但是 究竟有多少文 有多少官 當然你是壞的官 就不得而知了 這個是需要大家細心再觀察的 這裏 不斌亂的 局勢之中 選一股 我開籌都說過了 選一些穩陣的 實業式的 希望他沒有買到那類 等等的古靈精怪產品 其中一個就是華能國電 華能國電 在近兩個月 或者以至近三四五個月 或者以至近三四五個月